娱乐中心林伟番报道廖老大忍不住复出开职 现场拍捉怒乔辅导员耍官微恶劣 图翻设资料 大脸书赛车教父廖老大近期争议非常多 包括馆长陈之汉双方在网路上杠上 虽然二人战火一些 不过后来延伸出他疑似歧视怀孕员工 喊出将怀孕回来的女员工调职当清洁工或警卫 虽廖老大日前才宣布退出网路直播圈 不过他近遭一名怀孕员工投诉被调职将心 今26日遭劳工辅导员查访公司 让他忍不住在脸书复出开职 现场拍捉怒乔辅导员耍官微恶劣 叫你们台中工局长张大春来 廖老大遭怀孕员工投诉被调将心 劳工局辅导员来公司一问三不知让他愤 突翻设字廖老大脸书 廖老大近日遭一名员工投诉怀孕后被调职将心 台中市劳工局辅导员今特地拜访公司 不过廖老大询问对方问题遭拒 让他相当不满直接在脸书开直播 一开始辅导员还不愿入镜 不过廖老大接着就将手机镜头转向个人说 我录音拍自己可以了吧 接着更直接破口大骂辅导员叫你们劳工局长张大春来 你们辅导员根本没办法帮我辅导 你来一趟吗 廖老大接着拍桌大声骂辅导员 我的员工怀孕了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雇主的问题 你们劳工局有这么恶劣吗 不能让雇主问点是吗 你们动辄就罚我20万 我有错吗 我下个员工怀孕该怎么办 你官微这么大啊 没多久有员景来到公司大门口 让廖老大直播中嘲讽笑死人了 劳工局报警来我们公司 突翻设字廖老大脸书 廖老大接着向辅导员解释 我的员工来上班前没怀孕 他任职于餐馆现在怀孕了 爬上爬下我怕他流产 所以我请他去当作业员 对方决原本月薪4万 降薪到只有2万8太少了不愿意 所以我给他选择要留职停薪或是资浅 劳工局却回答不行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不会被罚20万 辅导员接着打电话向长官求救 决定结束这次辅导 并解释他隶属于劳工局劳机科 请廖老大行文至劳工局作业安全科 对方才能回答廖老大的疑问 接着辅导员疑似当场报警 过没多久有缘警来公司大门口 让廖老大看后于直播中嘲讽笑死 了劳工局报警来我们公司